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个功能 一个是方样 一个是少略 我们继续啊 让一个一样点我们的sketch 是吧 sketch 我们点一个from from from front view 是吧 点一个from 反正我是随便选了这个真不配量 然后打勾 然后退出炒炉 对吧 那这样子我们有那个圆形的啊forms 那这时候啊 我们去优势图好吧 优势图啊 然后就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再画一根线啊sketch sketch以后 对的啊 我们就从下面这个部分吧 或者我们从这也可以 反正就是不影响 反正就在这个点上面嘛 我们就再拉一根线 行吧 那这时候也ok了 那你看这时候就有一根线 对吧 啊 在这个圆的中心 对吧 因为我们设定好一个基础面 我们刚好设在终点 那你看到了 那这时候我们今天讲第一个功能就这个啊swept 就是说那个这个是那个呃叫什么 就是说另外一个不是范样 另外那个就是说少少略啊少略 那我们那其实这时候就有什么特点了 对 我们可以这样子选择一根我们那个线 对吧 我们需要两个草图 其实用这个功能的时候 啊 第二个选择一个圈 就是说一个选择我们的路轨 一个选择我们那个一个怎么说形状 那你看 这样就一个圆柱就出来了 其实我们也可以直接拉伸出来了 但这个功能 如果这时候这样子 我就不画一个 我不我不画的直线 我这样子 我画一条 我这样子 我画一个这样子一个圆形啊 然后这样子回去 哎 你看对 它就变成一个黄状了 能懂吧 也就是说我这时候 我怎么去选择的时候 它就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物体了 呃 它就变成一个怎么讲呢 它就反正这个东西就是圆着这个路轨来转 就是说我只要设定还有轨道 然后我这个物件 不管它什么样形状 我都可以变 那或者这次我回去一下 我改另外一个草图可以吧 改草图反正右键选一个第一个就可以了啊 然后control加8啊 这时候反正我们就扔掉那个什么 就扔掉我们那个草图啊 然后这时候我们可能选一个 五边形吧 好吧 五边形啊 五边吧 五边吧 五边 或者五边对 然后我们这时候选 然后一个直线啊 反正就回去出去 哎 你看对 它就会反正就是自动跟着你变 对 反正很方便 那这时候我们把这些东西都不要了 那有加码就剪对吧 那这时候就给你们演示剪的一个方法是怎么怎么做的 一样 我在他上面去剪一下啊 拉一个方块 对吧 我就这样吧 这个东西反正一拉就懂了 我觉得soliverse的话它东西很板 其实有时候你前面的概念理解了 它后面的功能其实很好理解 跟湾罗不一样 湾罗的三段讲 前面好理解 后面的有点抽象啊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去弄一个草图吧 好吧 我们就选择一个farm tool也不行了 哎 所以我们我们可能需要这样子 顺便那个 将你们生成一个新的基础面吧 好吧 farm tool然后这样子print 然后我选择了这个print以后 可能需要时间去那个 还看到官司 我就知道 然后选择这个print以后 呃 选择了这样子fromprint 另外第二个的second reference在这 你看我选择第二个reference 我选择这 也就是说他们两个的中间 能懂吧 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两个基础面 能懂吧 就这样子 这个可能有点抽象 反正就是second reference 就是说我第一个这个 那第一个什么 它的一个角度等等的大小 那参照参照大 我第二个是参照这样 第二个跟它数值是一样 只是说距离不一样 也就是说它系统的模仑这样的中间 能懂吗 这是一个比较微妙一点逻辑性 那这样子这次呢 我想画一个这样子一个圆形 我就在这里 呃 top view 我再生成一个在下面吧 这一次就不用segment 我我要反方向 我这里就 反方向的话 我就那个 呃 看一下啊 philip offset 反过来啊 那这时候我就画个圆形先吧 可以吧 画个圆形 呃 我就sketch 因为它这个用减法会比较麻烦一点 就相对来讲 它要的步骤会比较多 呃 这个也没有办法 这必然的一个东西 那我随便画个圆 那我一样给它出去一下 可以吧 呃 出去以后 然后这时候在另外一个的一个基础面上面 那现在其实大家会懂的 其实画一个sonyrest的时候 它需要很大量的一个 怎么讲 它需要很大量的一个 那个那个什么就是啊 也就很大量一个基础面来进行辅助 这样子一个状态啊 这样子 然后这时候我可能在下面这里 然后垂直啊 我再这样子可能是这样 呃 我就这样子可以吧 然后就这样子出去啊 反正我就我反正我在中间基础面嘛 我只要碰到它就可以了 反正我碰到肯定是在最外围的 那就这样子 我要它这个圆子这个转可以吧 这个其实你们都能懂 那这时候选择哪一个对 要swept 那肯定就是cutback 就很简单吧 反正操作也是一样 你看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然后一转 你看它就能转出来咯 然后这些东西反正里面有不同的option 就里面的有很多的选择 你们可以自己去玩啊 我只要把功能 你看就是按着这个来剪 你看就能剪出来就是这样子 反正就我先 我现在这个就随便给你们弄的啊 就大概要你们懂的是这个意思 那有时候可能是挖槽我怎么会用到这个功能来来做 那你要想吸牛可能做这个很简单 那算我做这个是不是很吐血 对 就一个这样挖槽功能吐血 所以吧 反正就是看情况吧 两套东西反正看哪个好话用哪一个 那个扫略功能我们其实已经讲完了 那么我们下来这些东西一样我们全部要 再讲下一个功能放样 放样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呢 对啊 我们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设定比较多的一个基础面啊 那就我们选一下philip offset 距离都好20吧 可能20 然后再选择3吧 3片吧 对懂吧 这也不是两片 这是三片 就是说尼克基础面就是说重复的 它自动给你增加的 这些都可以拿 这些你们要自己去研究里面的这些数字 因为没办法一个个讲太多了 因为一个软件再强的高手 他都是那个什么 玩不玩的 真的很多 这些东西 那他还是啊 right 行吧 那就外出吧 反正我刚才是随便点我随便点了一个 那没关系反正就是ed feature 那我们不要选white 我们换一下 他吧还是他ok 还是要同样一个数字啊 好 这次好吧 啊 看来一个个编辑没吃 那我们就一个个编辑吧 算是你看就表板 他这块是表板的 那你要看到反正就是一个个编辑 那就一个个吧 反正就影响也不是很大 因为反正他统一给你 他也不会变成个群组啊 就这些东西就是一个限制性的问题 那这时候ok了 那我们点一下control吧 回来了ok 那这时候我想把toptop也给显示一下啊 你看到top frame 他朋友显示那这样子 我就可能底下是一个 我就随便画一个方形吧 可以吧 呃或者我想要我我喜欢中间开的 其实我喜欢这样子 ok 那就就这样子 那一个可能就是试试 现在我在演示里面我可以不用跟着 没有问题的吧 呃啊不是平行 我点错了 呃相等对的 然后第一个完成了对吧 再下来最后那个我我要做一个事情就是说只做一个就是sketch一样 点就弄一个点对 然后回去啊这里两一个点我没有了是吧 那这时候你们看一下那个东西啊就开始演示一下 love 然后我们第一个选的是我们找选这个点就可以了 对你看 这就可以了 你看就是要懂了吧 就是说他反正你中间设定好不同的一个怎么说 像一个 呃跳火圈一样的 就是说只要穿过他他就会吸收那一块的时候的特性 然后就是穿穿到下一个下一个如果再不一样 那就到那边 那这也是点也就说这个特性是什么结束吗 就一个点吗 那就结束了 那像这里它是一个方形 那这时候我们这样子我们在这里再加一个圆好吧 就是说反正他穿过什么就会吸收那一个面的一个按顺序啊 这个会按顺序 吸收那一个面的特性这样子 那我们这里love 呃我们这个可以这样子把它往上挪 unlove这里我们再增加一个数 我们这里再给他增加一个可以吧 那当然像这个你记得也按顺序走 所以说这块先delay 然后让他先走这一块 再走这块这个顺序很重要 记得很重要很重要这个真不骗你们 哎你看他在这里圆 圆下来的时候他就变方了 就这样子一个很奇葩的一个形状 你懂吧 就方向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简单 比较方便的一个功能 像那个炸果汁的那个 如果你们有去看那个什么soniverse的tutorial的 另外一个频道有叫soniverse的话 他也是用那个方样扫略 然后去把那个就是炸果汁上面那个钉 就是说那个专专专专专成的那个部件 这样子画出来的对啊 当然画面画你们可以自己去看这样子 呃因为那个已经有现成了 我觉得我就不用再做了好的 那一个再下来 我们然后那个再下来的时候 那这些东西我们都有了 那这时候这个圈圈我 我觉得我需要把它删掉对吧 那这时候是这样子 下面这块sketch我想把它变成圆形先 呃对 变成圆形 呃我们这次去把它变成圆形吧 好吧 然后就把不要先我我先给清掉吧 yes to ok ok 好那个 可以 哎这一个没关系好吧 没有就没有了呗 好那个会了 好 这次就没问题了看到了 那这时候我想做一个事情就是说在一个toughview 对啊 westview吧都行 westview或者frontview都可以 那就这时候几个的面我不想看到它 那就这样子对我只想看到这个线方便我去选一个东西方便我去选择 toughview 然后sketch 那这时候我想这样子对在最边上这个地方 然后选一下然后再回来对你看到对我就随便这么弄一条线而已啊 没有什么别的特性啊我就可能这样弄一个反屋啊 这样子 呃对你看呢这样子一个反屋有点像那个骑士枪那种反反圆角啊 呃再下来love 那这时候love还有一个特点就这里 那我们也可以设计设定它的一个边轴 懂了吧 就改变它一个变化 你看到哎对它会圆着这个边 它跟旋转不一样 你看我这里设计一条边的话 如果我另外一边我不在家的话 它那边就会直接这样子熬了 但是如果你是旋转的话 它肯定是整条就是反屋 能懂我这个意思吧 就说这个东西反正它有点不规则 但你们可以去研究就是这样子一个情况啊 那几乎就这样子了 那减法用法也是一样呢 我我现在我在随便给你减一减吧 可以吧没有问题吧 哎反正就是嗯 怎么我就我看一下怎么讲这个功能 反正我也不有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说最好的演示啊 反正没有关系啊 我再我再拉一个面吧 我这朋友可以可以可以就这样吧 哎就这样子一个面啊 然后在这里我我一样画一个sketch 呃 反正加巴啊 直接反正就是这里拉个圆啊 然后在那个 我再画一个方形吧 可以吧 我反正你对不对种可以吗 可以的没问题 反正他自动给你那个对焦啊 然后这时候我们选feature 然后怎么选feature以后 那这时候我们已经出去了 对吧 那这时候可以选什么 对loft cut loft 然后就要拿这些这个我就不在我我就不再演示一遍了 好吧 那就这样子 那基本上就是双流功能还是表单一的 那你看我这么减哎 ok 你看就我就剪了一块这样子出来了懂吧 能懂吗 那中间如果是说再设定很多复杂数字 当然可玩很多了 这个只是说想说啊跟你讲说啊 有这样子一个功能存在对的 好的那一个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 那一个下面留言给我或者 呃可以叫我微信啊 慢慢问我也可以 好的那一个 谢谢大家